今天我来介绍的是这个 由台湾学日文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是 关于台湾的一些话题 用日文来说明 这个台湾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特色 所以里面看到的一些用词 大家都很熟悉 比较容易学会一些内容的 那我今天来看的是这个 右边杂志的第35页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文章哦 那我先一句一句的 念下来哦 台湾の秋は 秋の虎と呼ばれるほどの 厳しい残暑が特徴です 秋の虎と呼ばれる と呼ばれる就是 被称为怎么样的意思 再来呢 厳しい残暑 对 残暑到底是什么意思 残暑 大家知道 真正的夏天 大概是几月呢 可能大家的概念当中 七八月嘛 最热嘛 但是真正的 夏天好了 但是呢 来到了九月甚至十月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炎热的天气 对不对 我们通常会把它描述为 暂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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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夏天还流下来 还剩下来的感觉 所以叫做暂守 暂守的程度是怎么样呢 可以用厳しい这个形容词来表达 厳しい原本的意思是严厉 或者是严格的意思 不过表示这个热度 炎热的这个程度 也是可以用厳しい来描述的 再来 しかし まだ少し暑いこの季節には 美味しい食べ物 美しい景色など 他の季節では体験できない魅力も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那么你看最重要 しかし 你这次 まだ少し暑いこの季節には 美味しい食べ物 美しい景色 那ど 就是等等的意思 再来呢 他の季節では体験できない 体験できない 体験这个 我们可以怎么演的意思呢 看一下下面的 下面有重点语句 这个地方 体験します 他原本就是名词 体験就是名词 后面加个します 就变成动词 这个叫做所谓的 する动词 后面加个します 或者是する 就变成动词的名词 好 体验 或者是体会的意思 那我们要点回来到刚才的部分 他の季節では体験できない魅力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体験します 那突然变成 那突然变成 できない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这个是动词的可能性 所谓可能性是 可以怎么样的意思 那できない 否定性 所以怎么翻译呢 就是 不能体验 的意思 可以吗 できない 就是不能怎么样的意思 那再来呢 魅力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也有这样的 很多 很多这样的美丽 再来 例えば 哇 这句话超好用的 例えば 你举个例子的时候 可以马上说 例えば 例えば 可以吗 可以吗 月平などの美食以外 もみじ狩り ピクニック ススキを見ることなど 秋を満喫できる イベントが充実しています 不错 这边的要点的话 有一个独特的名詞出现在这里 もみじ狩り 所谓狩り 就是 猎东西的意思 打猎 例如说 有一些动物 狩り 狩り 猎物 但是呢 到底是 猎 红叶是什么意思 对 日本人 把一些 伤 观伤 某一件 某一个东西 也是可以说 狩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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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那个你有没有去过 一些 长野县 或者是 山里县那边 可以 摘 草 草 梅 或者是 葡萄 有没有 那边有写 或者是 这些在一些植物 水果也是可以用 来描述的 这个是一个日本独特的用词 还有呢 大家有学过吗 就是充分享受的意思 那后面 できる 你看 できる是 这个一样呢 刚才又出现できない 不能怎么样嘛 那できる是什么 可以怎么样的意思 可以充分享受的 イベント活动 が充実しています 再来 今回は 魅力たっぷりの 台湾の秋を味わいましょう 今回这一次 也就是这一篇文章的话 魅力たっぷり 魅力たっぷり 什么意思 就是 充满魅力的意思 对 这个たっぷり 就是 满满的 的意思 例如说 你拿一个 玻璃杯 然后呢 哇 玻璃杯满满的啤酒 那怎么说呢 ビールたっぷり 就这样子 那或者是呢 有一些饮料 它有果肉嘛 例如葡萄柚啊 还是葡萄啊 什么的 果肉满满的 你也可以说 果肉たっぷり 等等 所以 たっぷり的用法 那个也了解了吗 再来 台湾の秋を 味わいましょう 味わいましょう 就是 品尝的意思 这边的文章的话 中文并没有 品尝的意思 我们一起 晚 晚味吗 晚味 也是品尝的意思吗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没关系 味わう 就是 品尝 或者是享受的意思 不一定 是吃的有关 可能是看到这个味 那老师 这个一定是跟吃的有关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例如你 想花 也是可以 哇 素晴的花 花的景色 味わいました 对 想一些景色 也是可以用 味わう 来表达的 可以吗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 由台湾学日文的 这边的文章的 要点解释 那接下来的文章部分 大家也是可以 自己慢慢 看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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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